当节即将火热来袭,但显卡市场却迎来了寒冬 目前除了RTX3070的耐势面上见到外 RTX3060Ti、RTX3080显卡皆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不少商商也都进行了下架处理 然而更糟糕的情况是 3080已经被爆出有停产的可能 至于详细情况,就根据超级客来看看吧 在13号的CES 2021展会上 AVIDIA已经为玩家带来的RTX3060这张全新的显卡 虽然从外表看上去,它是一款拥有12GB显存的甜品卡 但有没有货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很可能依旧是空气卡 从供应链的消息来看 要是想要买到它的话 估计还得等到春节以后才行 但这对于部分追求极限性能的玩家来说 RTX3060显然不是他们的菜 他们想要的当然是拥有旗舰性能的RTX3080 然而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即使3080已经上架了4个多月 但现在仍然面临着产品缺货和黄牛抢购的处境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30系显卡供货不足而导致的 当然老黄也深知这一点 并没有坐以待毙 根据此前的消息也可以看出 NVIDIA方面已经有意重启矿卡产业线 以缓解目前矿老板垄断游戏卡的局面 但最新的消息指出 RTX3080将会停产 取而代之的将是用20GB显存的RTX3080Ti 具体来看从供应链的消息可以得知 RTX3080的核心从正式发售开始 就一直面临着供货紧张的问题 比起相继发布的RTX3090和RTX3070来说 都要更加稀缺 另外由于老黄5499的定价策略 以而RTX3080的性价比成为了30系显卡中最高的 加上让各大板卡大厂都有了提升利润的空间 毕竟仅需要通过改变产品外观和增加散人模组 就能比公版的3080多卖出2000元 试想一下谁能够拒绝这种诱惑呢 但如果用RTX3080Ti取代RTX3080的话 由于RTX3080Ti却有和RTX3090一样的 10496个Cuda核心 这也就意味着RTX3080Ti的性能将会无限接近于RTX3090 但价格却要便宜不少 这对于老黄来说 获利率肯定会比原本的RTX3080要好上不少 所以停产3080的计划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除此之外根据部分显卡厂商透露 为了给即将发售的RTX3060让路 目前NVIDIA方面已经暂时停止了 对RTX3060Ti显卡的供应 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大概率是见不到各大厂商的RTX3060Ti了 如果有也很有可能是加价的存货 最后如果各位确实无卡用的话 可以暂时考虑一下目前的亮机卡 比如GTX660或者GTX750Ti什么的 或者留意一下各大厂商RTX3060的预约情况 必定第一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买到的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 Restore master 2 4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